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造一层花青 它写的头发更有一种光亮 但这个绿颜色也不见得 一定要跟它的绿颜色一样 如果综的话 有些绿颜色用的太切的话 它写的那个 尽量不要用的太切 中国话 无论是在那个传统的中国话 也就是文人话 非常讲究的一个是 雅 雅气 舒卷气 反对这个俗气 所以一切 都要是这个画面 给人感觉是 非常高雅 而不是这个粗俗 如何来解决这个高雅的问题 当然这个 这还是一个画家 首先是个画家修养的问题 你修养高了 画家的作品就比较高雅了 你本人就是很粗俗的一个人 你想高雅也高雅不起来 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在画法上 就是 你这个颜色 尽量不要画得太粗俗 现在就是 最后完成 要完成一个画嘴唇 中国话这个 讲画龙点睛 画人物就是 点嘴 这个嘴唇最后画 画人点嘴 写生的时候 这个嘴唇颜色度 人家以为是一种颜色就行了 实际上 嘴唇的颜色 上嘴唇下嘴唇 这个下嘴唇本身 它颜色是不一样的 上嘴唇颜色最深 我用的是 这个 这个胭脂 还有点末 加一点的猪砂 这上嘴唇 受光的这面是最红 我纯粹用猪砂 也可以用猪标 这背光下转过来的面 发紫 就要加一点胭脂 我纯粹用猪砂 这下一个 赵头 我纯粹用猪砂 我纯粹用猪砂 那 我纯粹用猪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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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一个 人 我纯粹用猪砂 也没 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